王晨晨B群 现代人工时长 很多人就靠它提神 但有网友因此闹翻 有网友和医学系的好友吃完火锅之后 他就吞了一颗B群 没想到却被好友耻笑他 没尝试浪费钱 医学系好友解释 人体能吸收的维生素就这么多 吃B群只会把多余的排出来 但网友认为排出多余的 不就代表营养素有补充到100% 理念不同 网友最后离席还删掉好友脸书 为了B群撕破脸 从瘦肉乳制品都能摄取到B2 不过维生素B本身不具能量 功能是将食物转成能量 如果前一天熬夜 隔天需要大量能量支撑体力 体内的B群被大量消耗 补充B群就会特别有效 但一般人会缺维生素B吗 部分维生素B存在动物性食物 素食者需要额外补充 常喝酒的人也需要B群代谢酒精 根据统计台湾人平均一年 能吃掉近千亿元的保健品 足以盖1.5座的台北101 最常见的就是B群 是补充所需还是多余浪费 好友们闹翻网路先论战 记者黄一俊成进行台北 赛访报导